航天主题呢一直以来都是乐高积木的一个热门题材 这个月呢我们会给大家全面的评测 包括乐高以及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国产积木在内的 一大堆航天主题积木套装 加上之前我们给大家评测过的乐高土星5号 森宝长征1号 还有几个品牌的核心舱等等 那最终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期航天主题大横评 同时也借这期大横评来看一下国产积木相对于乐高的差距 尤其是在航天题材方面的差距 大概会有哪些 今天要给大家评测的就是这款乐高发布于2020年 虽然已经绝版 但是仍然可以以相对比较不错的价格买到的21321国际空间站 那也是一款来自于乐高IDR系列的套章 零件数呢是864片 成品长度大概是50厘米 这款套章的彩盒呢采用了不太多件的飞机盒方案 彩盒的设计呢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平面设计师呢选择了一个以地球为背景的太空视角 同时在空间站的边上也能看到这款套装配备的航天飞机 卫星等附属件 那彩盒的右边还有一个多国国旗标志 彩盒的背面则是对成品以及一些设计细节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 这款套装一共是包括了6个大部者分包 拼搭手册是这样的一本 虽然并不是大套装 不过手册的开篇还是用了高达10页的篇幅 对空间站以及积木的设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相对于国际空间站109米的长度 这款乐高套装的比例呢大概是1比218 虽然它的比例并不大 不过根据网上所查到的相关资料 可以说主要的模块呢也是全部都做到了搭建 那这里我们也大概的过一下 同时也看一下它的一些把玩功能 首先在空间站的两端 有巨大太阳能翻板的位置这里 也就是两端的横架 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整体旋转的 同时也包括两侧的光伏阵列 以及下方的光伏散热器 那也都是可以进行角度的调整 再往中间走也有两处可以旋转的结构 那这两个白色的模块呢 也就是空间站的排热系统散热器 在中间向其中一侧看去 整个这半边的模块呢 都是来自于俄罗斯联邦航天局 分别是曙光号功能货舱 星辰号服务舱 多功能试验舱 以及两个微型实验舱 团结号节点舱 连接着寻求号气密舱的模块 那上面的这些太阳能板 以及舱体呢 很多也都是可以旋转的 再向前看 分别是来自欧洲航天局的 哥伦布轨道设备舱 以及来自日本的几个舱段 那来自加拿大的机械臂 则是在中间的横架段上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架小航天飞机 一个卫星 以及两个比例大概是1比150的 微型宇航猿人仔 在成品牢固度方面 这款套装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虽然设计师为它设计了一个展示架 不过我们也可以选择把它取下来 把它吊在我们展柜的上方 在拼搭方面 这款套装可以说是基本没有任何难度 虽然年龄定位标的是16加 但是实际上我们觉得更准确的 应该是8加或者10加这样的定位 同时也因为它并不是大型套装 在设计方面 它并不存在 比如像土星5号那种需要去做原住体的内沟设计 等相对来说 比较考验设计手法和经验的设计点 相对来说 它的设计难度主要是在于 如何使用相对比较少的零件 去还原整个庞大的国际空间站的所有模块架构 并且是做抽象化的还原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结合我们评测中对它的各个模块的讲解 那我们可以说这款的设计确实也是成功的 那下一期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另一款航天主题套装 咱们下期见 拜拜